大家好,我是莉莉 今天是我的小菜园的采摘日 高兴之余写了一段文字,与大家共享 我是快乐的生活家 在阳光明媚的清晨 在自家小菜园里迎接着美好的一天 阳光洒在绿叶生菜和四季豆上 勤劳的双手采摘着丰盛的收获 这是一个快乐的生活家 充满着自然的香气和家庭的温暖 当我走进菜园,心情顿时明朗起来 我看着嫩绿的叶子,仿佛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力量 每一片叶子都是勤劳和爱的结晶 它们是我用心灌溉,耐心呵护的成果 采摘的过程不仅是对劳动的回报 更是对自然的感恩和尊重 在菜园中,时间仿佛减缓了脚步 我与土地相互交融,感受到了生命的律动 我的手指轻轻触摸着泥土 一股自然的清香扑鼻而来 那是大地的味道,也是我的家的味道 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 我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生活乐章 每当采摘完新鲜的绿叶生菜和四季豆 我都会走进厨房 展开另一场美食的制作 清脆的生菜沙拉 炒香的四季豆 它们都是我用心栽培的味道 让我享受着纯粹而健康的美食 从菜园直接到餐桌 这是多么美好的生活 每当我看到家人们围坐在餐桌旁 分享着这丰盛的大自然的恩赐 笑声和快乐充满了整个房间 这才是平凡人的烟火器 我喜欢追求自然健康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它让我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滋味 一把锄头 一颗种子 一片土地 从这里开始 我掌握了生命的力量 每一天 我都用心呵护着这些蔬菜茁壮成长 而它们则回馈着我满满的爱与满足 当蔬菜成熟时 我亲手采摘 带着泥土的芬芳送到餐桌上 那一道道色彩斑斓的菜肴 承载着我对生活的热爱 也将健康与美味呈现给了我的家人和朋友 种菜 是一种对自然的尊重 对生活的热爱 也是一种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 从菜园直接到餐桌 这样的生活 不仅滋养了身体 更滋养了灵魂 让我们一起追求这份纯净的滋味 与大自然共舞 品味生活的真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